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2所小学同步登场 我们希望让科学教育能够让三化线普及的来推展 因为已经迈向第九年了 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闯关活动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有用液态蛋做冰淇淋 有用液态蛋的科学活动 有一些福利的原理 有一些这个热的效应 全民科学日由国小应届毕业生 自己设计科学闯关项目 制作海报 讲解科学原理 让学弟妹闯关学习 是一项以科学为起点 培养学生科学应用知识 提升创造思考能力的活动 相信会为彰化线科学教育奠定优良基础 公益频道张华运 张华采访报道